大家好,我是英语医疗顾问中心的方博士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什么是假性的怀应 其实假性的怀应在于一般被应的妇女们 他们应该觉得不会太陌生 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先讲一个case 那这个case里面呢 其实周小姐36岁 她的先生也是36岁 她其实在7年的6月来见我 那时候呢 她虽然说她有在做中医的条理 不过我不知道她做了多久的条理 不过我觉得很失望 原因是她没有什么横行 在条理的过程中呢 其实她还不到第二个疗程 她就放弃了 但是她放弃的这么早 原因也就是因为可能她心理方面会有压力 如果对于一个已经是流产4次的妇女来讲 基本上我也可以感觉到她的压力 那她大约都是在7个星期 8个星期 9个星期 最后一次的流产 就是在见我之前 22年的时候 很快大约5个星期 那她在每一次的话 她都有作业的 都是两个星期的小作业 第一次的流产是悲胎根本没有心跳的 然后第二次的流产就是在8个星期 悲胎会有心跳 8个星期过后心跳就停止 第三次的流产 也就是大约在9个星期 悲胎也有心跳 不过在第9个星期就停止了 那时候医生有给她Mephomin Aspirin 而且她在第4次的流产的时候 那个越来越快了 其实我有跟大家讲解过 细发性的流产 可以因为是你的卵子的quality不好 可以因为你的hormon捣乱你流产 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黄体不强 再加上就是你的压力 最后的可能就是你的基因的影响 那如果像这个周小姐来讲 她可能没有信心在怀孕 她反而怕怀孕 所以如果假如说 像这位周小姐来讲 她如果生理周期一延迟 她就会 我们所谓的疑心生暗鬼了 她就会很担心 到底自己是不是有怀孕 那其实像周小姐来讲 她流产了4次 她的生理周期还算是很准 以她的身体的状况的话 她有地中海平血 她淹血里面的那个 每一个的指数 我觉得都蛮不错的 除了胆红素过高 这个会加重她的那个贫血 因为她有地中海贫血的底 再加上她是次数的 所以我时常跟一些在调理的妇女们讲 次数不是每个人应有的那一个条件 所以如果你有地中海贫血 加住的低血 你千万不要吃素 那其实看为她 她真的是压力很大的 她在调理的期间 做给hormone的时候 她的那个口底瘦上到18.8 然后她的肠胃也不好 她的肠胃19.9 Ca19.9 24.6 至于她的普拉丁上到33.2 而且她的FSA以她36岁的话 已经开始要超标了的 所以我会觉得她基本上给自己的压力很大 她的AMH指数 在见我的时候 其实与她的年龄也是相当低的 10.03 所以我当然不提议她吃素 但是基于可能某一个原因 或者宗教的原因 她先这次数 那看回什么叫做假性的怀孕 一般假性怀孕的人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她就可能是因为她有几次的流产 然后她也有不孕的问题 再加上就是曾经在怀孕的时候 可能20多个星期 或者靠近要生的时候 baby在肚子里面就没有了生命 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 甚至有一些人 她真的是可能遇到某一些的原因 失去她的孩子 还有另外就是我们所谓的 mander breakdown 就是她可能会有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她在自己胜利周期如果延迟的话 她可能就会以为她是怀孕了的 像胜利周期不准 或者可能她的乳房有脏脏 还是她不然间肥胖了 甚至是有时候会觉得腹部有脏脏的感觉 还有可能就是她的皮肤 或者毛发有点改变 毛发可能脆落一点 皮肤可能粗一点 还有就是要时常去厕所小便 再加上就是感觉好像早上要呕的感觉 另外有的离谱的 就会觉得好像有胚胎在动 其实记得我跟你讲 在怀孕的早期 可能是第五个星期 甚至刚刚怀孕你验到 胚胎是没有可能你可以feel的她动的 所以她还小过一粒粒豆 她怎么会感觉你怎么会感觉腹部有动静呢 这方面是不可能的 那如果像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在排卵过后的十天之后 会有怎样的感觉 是不是有怀因 我跟大家有分享一个case的 就是说她的胜利周期是非常不准 有时两百多天来一次 有时百多天来一次 她在没有来经的状况之下 因为可能要做IVF了 后来去照的时候才知道怀孕了十个星期 这种情形确实是不常见 但是如果对于一些胜利周期不准的人 她可能像我刚才上一次分享的case的话 其实可以去给医生照一照 after照 甚至去咽一咽血 因为如果感觉自己真的怀孕的话 胜利周期延迟 或者有的人的身体周期根本就是很迟的 这样可以透过咽尿 甚至透过抽血 咽黑CG 还是做ultrasound 这样你就可以找出来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怀孕 好过你自己一直在心 怕 而且心惊胆跳 一直觉得我这次怀孕会不会流产 会不会悲胎没有心跳 因为这种的情形可能会影响到你 心理方面再影响生理方面 心理方面的影响是不可以不劣的 像我说这位周小姐 流产几次 其他的中医都没有叫她做护膜 也不知道原来她的布拉丁很高 口底瘦很高 这些都会影响她流产的 所以我希望在这期间 如果你曾经有流产过 就算真正给你这一次的怀孕 你也不要让自己的压力过大 你可以照做博士的讲法 去做检验 或者做一些要做的 怀孕的护膜的检验 HCG progesterone 甚至咽血 如果说你不肯定 是不是怀孕的话 基本上来讲 你也不要让自己太大的担忧 这样最主要的就是 烟尿 或者抽血 或者间隙 好过你自己一直在怕 一直在想 通常这种情形 会令到你 越来越脾气爆炸 也会令到你 越来越 感觉到 可能你会保不住那个胎 你个人可能会崩跪的 所以我不赞成你们 在这时候有这种的意念 或者那种的感觉 相信博士 身体当然要保持好 不管在调理方面 要有横行 不要半途而飞 不管你找哪一个医师都好 你都需要在调理过后的期间 去做护膜 然后要知道 流产多次的话 其实对你的身体 或者子宫的环境都不好 再加上就是 你可能会永久性的不孕 所以不管是 假性的怀疑 或者你是跟流产有关系 还是因为你曾经试过孩子 或者曾经胎死不忠 真的要提起那个勇气 让自己在这方面才有能力的重新的触发 重新的背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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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